嗨,大家好,我是Dr. Steve Bung 今天是4月3号 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 让我们继续了解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 多一点了解就可以少一点担忧 好,那今天呢,比较特别一点 在我们深入了解这个病毒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病毒 通常呢,当我们说我有infection 我有被感染之类的 会有4个可能的情况出现 第一个就是病毒感染 第二个是细菌感染 第三个是霉菌感染 第四个是寄生虫或者是原生动物感染 好,为什么要了解这些 因为当我们了解这个病毒它的特征过后 你才会知道说 为什么它可以把我们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就是病毒跟细菌感染的差别 相信大家也都有生病的经验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症状 你有发烧,你有咳嗽 你可能也有一点伤风的症状 你去看医生,同样的症状 有时候医生会给你antibiotic 但是有时候医生说你不用antibiotic 可能回家喝一点水 吃一点维他命C 然后如果有发烧,开点发烧药 你会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子 不是因为看医生的心情 只有在细菌感染的时候 才会给你antibiotic 好,这样病毒没有给antibiotic 是怎样好的呢? 其实他是靠我们身体自己的免疫系统 来攻打这个病毒 为什么病毒就不能够生产 所谓的抗生素呢? 我们拿病毒跟细菌来做比较的时候 会发现到其实细菌的体积 比病毒大很多 大概大一个10倍到20倍左右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容易产生所谓的抗生素 它进到我们的血液的时候 它能够很容易的去找到我们的细菌 然后去攻打它并消灭它 但是病毒它的体积非常的小 基本上这个病毒它并不算是一个生物 它其实是集组DNA组合成 然后外表有一层脂肪膜来包着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其实病毒它本身是非常的脆弱的 但是同一个时间它也非常的恐怖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讲它非常的脆弱 因为我们知道它只是有一层脂肪膜包着嘛 所以只要我们是用60%以上的酒精 或者是肥皂 而且都不一定是要说医疗用的等级的肥皂 只要肥皂它能够破坏掉它的脂肪膜 基本上这个病毒都会自行的消失 为什么说病毒是非常恐怖的呢? 因为这个病毒虽然讲它有一点脆弱 但是当它一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 它其实是会直接进到我们人体的细胞 而且会去奇结 就是所谓的Hijack我们的细胞 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大量的繁殖 一直到很后期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它的病毒的量 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量的时候 身体才能够感觉到 现在是有病毒感染 我们的免疫系统才要准备出兵去攻打它 这个也可以让大家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来看一下 相信大家都有用电脑 然后我们通常都会讲说 电脑中Virus 就是所谓的中电脑病毒 为什么它用病毒它不用电脑细菌呢? 因为它的特征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 当你的电脑中病毒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察觉 而且通常当你察觉那个病毒的时候 是可能你的系统已经严重的被瘫痪了 好,那我们了解了病毒的特征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病毒是怎样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为什么我们的卫生组织一直告诉我们 不要用手去触摸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 你会发现到眼睛、鼻子、嘴巴 那边的皮肤呢 它是属于比较有粘性的 就是所谓的粘膜 它一旦接触到我们的粘膜 它就会进入我们的细胞 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大量的繁殖 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个病毒从喉咙进入的时候 它需要时间来大量的繁殖 但是呢,在它繁殖的这段期间 如果说我们用 喝温水、喝盐水、喝醋 或者是你用酒精 或者是用消毒药水来漱口 有用吗? 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那个病毒呢 它是进去我们的细胞里面繁殖 它并不是在皮肤的那个表面 所以呢,尽管我们是用消毒药水来漱口来讲 基本上它也只是在表面消毒 那个病毒呢 其实很早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层面了 所以呢,我们要杀死病毒的最佳的黄金的时间 就是当我们的手沾到病毒的时候 就要杀死它 那个时候它是非常脆弱的 但是等到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已经是确定被感染了 好,那当病毒繁殖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察觉这些病毒的存在 所以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开始产生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你会开始发烧,头痛,失去胃口,全身乏力,肌肉酸痛 那通常81%的病患呢 在病毒更进一步伤害我们肺的时候呢 就已经打赢这场战争了 而只有19%是有肺部感染 在19%里面呢,只有5%需要氧气辅助 而只有一到2%的人是不能够自主呼吸 他可能需要插管来帮助他们呼吸 好,什么因素会让我们更加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症状 我们看一下年龄大过65岁的人 有免疫系统低弱的人群 铁尿病,高血压,心脏还有呼吸管道疾病的那个患者 最后一个呢,抽烟也会让你如果得到这个COVID-19的话 你的病情是会比人家更加严重的 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得到COVID-19过后 当我康复了,我的身体也会留下永久的这个后遗症呢? 其实在目前的数据里面,所有康复的患者当中 并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 轻微症状的病患呢 基本上当你康复你出院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只有一些可能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被诊断的那个重病患者 尽管他们在出院的时候呢 还会看到肺部有点纤维化的一个迹象 但是呢,过了两个月回去复诊的时候呢 发现那个肺部纤维化的那个问题呢 也基本的修复 好,我们了解了病毒在体内的情况过后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一个病患确诊了之后 他们去到医院会发生什么事情 基本上呢,现在所有确诊的病患都必须入院 或者是到指定的地方被隔离 而这段被隔离的期间呢 你的家属任何的访客都不能够接近病患 好,卫生部呢 把我们的病情从轻到重分成五个阶段哦 第一个呢,是确诊了 但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第二个呢,确诊有轻微的症状 第三阶段呢,是确诊了有肺炎的症状 但是还不需要氧气的辅助 第四阶段呢,是我们确诊了有肺炎的症状 而且需要氧气的辅助 第五个阶段呢,是最严重的 就是我们确诊有肺炎的症状呢 而且需要呼吸辅助仪 或者是需要插管才能够呼吸 那通常在第一跟第二阶段呢 我们只是送去指定的隔离地点隔离 第三,第四,第五个阶段呢 是需要入院观察的哦 这里大家会不会有一点好奇就是 我们明明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没有解药嘛 那我们入院的目的是什么呢 好,给大家了解一下 当我们在第三阶段开始 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肺部有感染的 那一个时候开始呢 医疗团队呢,就会开始给我们的病患用一些药 这里可能大家也听过我们的卫生总监有提过 我们这边来稍微简单的用几种药来做介绍 比如说Chaletra Chaletra是用来压制那个艾滋病病毒的药 另外一个呢是Remdesivir 这个呢是最近世界卫生组织 选择我们国家成为第一批国家来试用的这个药 好,这样这些药有什么特点呢 因为你会发现到艾滋病病毒 它其实也是一种病毒 那刚才我们有讲过嘛 病毒的那个特征就是它必须要在我们人体的细胞里面才能够繁殖 而它在繁殖的过程中它需要一些工具 那这个Chaletra跟那个Remdesivir呢 它其实就是去破坏这个工具 让这个病毒不能够大量的繁殖 所以呢,从第三阶段开始 我们就会用药来压制这个病毒的繁殖的这个速度 但是还是有一些病患呢 对这个药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 他们就会进到第四阶段或者是第五阶段 当病毒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开始肺的那个感染越来越严重 当肺部感染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 开始不能够自己呼吸 你需要插管,你需要呼吸辅助仪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 全马26间医院呢 针对COVID-19的ICU病床有300个 到4月2号为止我们用了105个 也就是说300个以下的如果有重病患的这情况呢 我们还是有能力去照顾的 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发现到 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我们的死亡率呢 大概是占1.2% 可是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 比如说意大利已经去到了8% 9% 这是因为呢 他们的那个病患 尤其是重病患 已经远远的超过他们所能够处理的那个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卫生部呢 从一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强调这个Flatten the Curve 压平曲线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有三条线 第一条线呢 是比较大的一个曲线 第二个呢是平线 第三个呢是比较矮的一个曲线 这个平线以下都代表着我们的医疗系统 还能够符合的一个重病患的那个数字 但是呢 如果当今天我们的重病患的数量忽然间暴增 远远超过我们的医疗系统所能够复合的时候呢 这样死亡的数字呢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呢 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这个比较矮的这个曲线 让我们的人数一直保持在我们的医疗系统 一直能够复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也了解到 我们的医疗人员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他们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 当我们的医疗人员失守的时候 我们的医疗体系崩溃的时候 才是我们噩梦真正的开始 那谁是第一道防线呢 对,其实就是我们 身为第一道防线的我们 又应该怎样去flatten the curve呢 我觉得要打赢这场战争 其实最主要的是通过教育 教育我们自己 教育我们的孩子 教育我们的父母 教育我们的员工 教育什么呢 怎样保护自己 怎样保护别人 所以呢 这28天对我们来讲 并不是一个享受的一个假期 它是一个让我们去适应 让我们去改变生活习惯的一个阶段 除了做好个人防护的一个措施 我更希望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企业的主管 能够根据大家的情况 来制定出一些方案 保护你的员工 保护你的客户 就用餐饮业来做例子 如果我们只是给我们的收银员 给我们的招待员戴口罩 戴手套呢 其实并不能够很有效的 预防这个疾病的传染 我们需要的是教育 告诉他们这个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因为呢 如果在六个小时里面 你戴着手套 可是你并没有消毒 其实你会造成更多的交叉感染 只有不断的消毒手套 才能够中断这个传播链 最后呢 我联系了几位最前线的好友 希望他们来跟大家见面 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 但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他们最近的心情也非常的低落 所以我也选择了不打扰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有一些话想要对大家说 对于我们被确诊的这个病患 以及他们的这个家属 希望我们抱有同理心 如果可以的话也给他们多一点鼓励 因为一旦被确诊之后 不论你的症状是轻微的 还是比较严重的 你都会被隔离 而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 你的家属 你的爱人 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是绝对不能够来探望你的 很多时候呢 病患呢 是独自一个人在面对整个病情 加上这个病情的这个不确定性 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病情几时会恶化 所以基本上 很多病患现在都处于一个非常低落的一个心情 如果病情不幸恶化来讲 基本上呢 家属只能够通过视频通话 来跟病患见最后一面 死亡的过后 家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来跟死者做告别 遗体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好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很抑郁的一个氛围里面 它不只是影响着我们的病患 还有他们的家属 它也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在最前线的医疗人员 所以在这里呢 让我们用最深的祝福 来送给我们的病患以及他们的家属 还有一直在为我们打拼的前线人员 希望大家都能够 快一点顺利的度过这个疫情 最后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我知道今天的视频有一点长 但是呢 还是非常的感谢 你很认真的把它看完 我一直觉得这场战争呢 要战胜它 必须要靠教育 只有通过教育 才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 这个病毒 这段疫情 才能够做好更加好的一个防范措施 来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的家人 保护我们的员工 保护我们的客户 也只有通过这样子的 不断一层一层的这样子的去做呢 才能够让这一段疫情更快的结束 在这里呢 我把我最深的祝福送给大家 Malaysia 加油 工作宝贝 tecnología 缓短